現在來做一些題目 例題2 開始問 他說齁 我們每一個電池都是1.5伏特 然後呢 這樣子接 我問你說我去量 我量到電壓是多少 我如果連AB 我如果連的是 A跟B 就表示我量的是幾個電池的電壓 一個 就一個電池電壓 一個電壓多少 1.5伏特嘛 他告訴我嘛 1.5伏特 1.5 那我如果量A跟C呢 就是兩個串連的嘛 對嗎 兩個串連的 那串連要怎麼辦呢 要相加嘛 所以1.5加1.5變多少 3伏特嘛 3伏特 我如果是量的C跟2呢 C跟2什麼意思 兩個電池並連嘛 啊並連怎樣 總電池跟 對不起 總電壓跟分電壓 一樣嘛 所以 各1.5合起來還是 1.5 合起來還是1.5 因為呢 並連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那我如果量的是A跟珠呢 2跟珠呢 就是兩個並連嘛 兩個並連一個一樣嘛 對不對 一個一樣 那這邊它變成三個串連嘛 變成三個串連的意思對不對 並連當作一個嘛 三個串連 串連要怎麼辦 加起來嘛 1.5加1.5再加 1.5嘛 所以答案就是多少 4.5 所以答案就是4.5 OK 講這個題目的重點是要讓你知道 除了讓你 讓你去熟悉所謂的串連公司 跟並連公司之外 是要你知道 你要看清楚 你到底是在量什麼地方的電壓 到底在算哪裡 要弄明白 不要搞錯了 弄明白的話 事情就解決一大半了 就是我們的立體02 好換各位 這邊有一個R2 這兩邊呢是4伏特 然後給一個電池是12伏特 那也是一樣 用簡單的並連跟串連的公司的想法 就問你R3跟R1是多少 第一個是R3 R3是比較簡單的 R3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R3應該是多少 6號 4伏特 4伏特 請坐下 因為R2跟R3並連 並連的時候大家都一樣嘛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所以你的 你的那個R2是4伏特 R3有多少 4伏特 簡單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並連的想法 那請問你R1呢 R1呢 R2跟R3並連 請坐下 R2R3並連 就當作是一個 那變成是那個跟R1串連 串連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12等於 4加上不知道 那個不知道就叫做 8伏特 所以叫8伏特 這就是簡單的利用 並連跟串連的公司的想法 讓我們來算 這個電壓到底是多少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7 好接下來是 練習08 這個圖看起來很奇怪 可能它 第一個方法你就重化 第二個方法呢 第二個 你用想的 我告訴過你一件事情 什麼叫串連 正負正負計要串連 什麼叫病臉 正接一起 負接一起 叫做病臉 看出來它是串連病臉 答案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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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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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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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圖上面看 是不是所有的正都接一起 沒有啊 這個是正 接這邊 正接這邊 所有的正都接一起 所有的正都接一起 所有的副都接一起 什麼臉 病臉 病臉 那邊的那邊的那邊 一樣 所以答案1.5 1.5 大家都叫做1.5 所以答案就是1.5 所以答案就是1.5 可以嗎 可以 最後 最後 練習 9 它有告訴你 A跟B之間差5伏特 A跟Z之間差4伏特 然後全部頭尾 頭尾哪裡 A跟C 頭跟C 就是 A基在那個正 對不對 C加那個負 所以A跟C就差12伏特 所以你知道 A、C差12伏特 圖上告訴你的 文字告訴你 A、B差5伏特 A豬差4伏特 請問你 B、C差多少 然後再問你 B跟豬誰高誰低 差多少 差多少 OK 好 B、C多少 就減一減加一加 對 就減一減加一加就好了 就簡單的病臉 跟串臉的想法而已 好 24 那我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忘記了 請知道 哪一個是12-5 12-5 12-5 不是12-5 12-5多少 7伏特 請坐下 A、B變到B、C就是AC 那麼 AC差12 AB差5 所以12-5 所以就7伏特 簡單 那 豬C呢 比照辦理 豬C呢 比照辦理 這個沒有號碼 奇怪 為什麼會有沒有號碼 還沒號碼 還沒號碼 P5號 多少 8 請坐下 A豬C就是AC12 然後呢 A豬是4 所以12-4 要8伏特 然後妳知道差多少對不對 我們的 A是接高電位正極 所以A就當做12伏特 C呢 就是最尾巴 就當做0伏特 所以12跟0就差12伏特 然後各自差多少 這樣一相加減減 妳就知道 誰比較高 誰比較低 妳就知道誰高誰低了 那誰會比較高誰會比較低咧 誰會比較高誰會比較低咧 誰會比較高誰會比較低咧 B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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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點低1伏特 我說過 你把A就當做12 C就當做0 所以往下減減 然後就知道 這多少 然後所以就知道 B的電位比 B的電位比 B的電位呢 低了1伏特 低了1伏特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9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要練習